听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各位请看 我和他在一起快一年多了 但是相处了半年之后 我发现了他身上的好多毛病 我们两个的家庭环境 也不是很糟糕 但是他对金钱方面看得比较重 他总觉得我就特别小气 不给他花钱吧 我们还在上学 然后也没有经济来源 然后自己花自己的钱 这就很正常 我们俩出去在某些方面花钱 他都算得特别精细什么的 而且跟朋友出去吃饭什么的 都要我去结账 也有那么几回 然后有一点缺钱 然后让他帮我垫了一部分 但是我想还给他 但是一直拖着没有还 后来我今天发现 他这么在乎钱 是不是有因为其他的目的 现在我就想跟他要一个答复 他想不想跟我在一起了 他现在就是疑神疑鬼 怀疑我这个怀疑我那个 我觉得这个很没有必要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蔡 22岁 来自青海市一名职员 有请小蔡 有请 能量我对你的爱 是这意思吧 对 对 好了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来来来来 你们谁先说 作家一书有一句话 就是说的 我觉得挺深刻的 可以分享给你听 他说人啊 往往都是 对自己的亲人太过苛责 然后对陌生人太过客气 但如果把这个坏习惯改过来 就天下太平了 在你这儿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受用 就是你对你自己 自认为是外人的人太客气 然后对自己身边的亲人太苛责 而且还有一点 我自认为啊 你把它当信用卡 就是借了钱 然后到时期再还了 你反没反思过 你到底爱他吗 我确实有想过 我确实有想过 当你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给出答案了 你把它排在你的朋友 你的发小 所有所有一切人之后 它是最后一位 你觉得你爱吗 然后女孩子呢 其实你自己心里也有答案 你只是不愿意承认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事实 我觉得对你来说 在今天看头不晚 真的 你还这么年轻 你有自己的工作 你独立又自主 你何患找不到一个男朋友啊 你一定会碰到一个 让你可以笑着去面对爱情的人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来 许总 钱在你们之间并不是唯一存在的东西 但是他看出了问题的本质 通过钱感受就不对了 你知道朋友如果不用那种虚荣的 那种场面式的方式 朋友是交不得的 但是情侣之间完全另外一种模式 没有感情的之间相处 也是骗不了对方 我敢说你跟那个发小吧 没有什么 其实就是一种帮助朋友 其实就这种关系而已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 你和你的那个女发小的感情 一定比他深 一定是 因为在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管他是要 而在他没有钱的时候 你同样也没有钱的时候 你还是要去借 一个借入一个借出 高下自分 女孩愿意付出 但女孩很敏感 通过你们相处模式 在一对比较 他发现问题 但是他其实这个问题 不在于说那个女孩的出现 与那女孩无关 即使那个女孩不出现 其实你们俩之间一定还是有问题 钱不是问题之后 其他的一定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你还欠他钱吗 此时此刻为止 还欠他钱吗 不欠 好 干干净净地说再见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杜老师 有一个穷小伙子 他每次都到这个楼下的小卖部去收账 去买很多食物来招待自己房间里的客人 每次都收 但每次都有还 收着收着跟这老板娘呢就成习惯了 老板娘也不会催他的款 基本上一个月左右他就能还上 直到有一天这个老板娘不愿意收账给他 是因为有一次 他在还账的时候 一百块钱找不散 老板娘找不散 所以呢 就那天当天就没找 但是后来呢 这个男生就整个下午来了三趟 让这个老板娘说 你还欠我三十没找给我 他说了三次 后来这个老板娘 就跟他说 盖不设账 你经常向一个人设账 你已经建立起了一种信用 但是当别人欠你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就斤斤计较 要别人非把那三十块钱找给你 说明什么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让很多人在想 当一个男人愿意向你借钱的时候 他到底是爱你呢 还是不爱你 有些人说 你把他当成了取管机 而你会说 他跟我亲我才向他借呢 其他人我还不好意思呢 那再反过来说 一个男人在你面前要面子爱你 还是不要面子爱你 他可能都会有诸多的说法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他宁愿对朋友好 也不愿意对你好 其实他对朋友也不好 他没有把朋友当成真诚的朋友来处 他用一种谄媚的方式 用钱拖着别人的方式来交朋友 这就说明 其实他之所以对你那么口 不是把你当自己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觉得 你还不值得他对朋友那么去做 如果他一直对你是很大方的 他偶尔为之 熟了 就像我们现在结婚多少年的夫妻 无所谓 是谈钱无所谓 没有必要那么尴尬 没有那么敏感 是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感情程度 但是他不是 他认为我有必要对朋友这么好 而你甚至还不值得像朋友那样去做 所以就像刚才那个故事一样 他可以在朋友面前很要面子 奢账去请他们吃饭 但是为了三十块钱 他可以破坏 一直以来的信用 你就不值那三十块 不过你也别哭反过来说 其实你也没那么爱他 如果你真的那么爱他 你为他做这点事 你不愿意做吗 所以其实你们之间真的是奢贷关系 一个奢一个借 所以我觉得你们彼此之间没有必要 用所谓的情感来蒙蔽自己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你们的距离一直就没有禁锢 所以其实我觉得 跟自己的爱人借钱也好 说得出口也好 说不出口也好 这个东西都不重要 最关键的是 一个人在对你的付出的过程当中 他是不是那么的在不起 明白吗姑娘 你有没有想过向他借钱 借过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觉得他比我第一级 他就是他也没有经济收入 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 你看啊 你会为他考虑 因为他没有什么经济基础 我何必向他去借 他又借不出来 让他没面子呢 但他没有 他每次都向你开得了口 不管你有没有钱 甚至是吃完了饭就快要买单 他也不管你兜里有没有钱 会不会尴尬 买单钱 他不会考虑你的感受 所以说如果你只把他当一个男朋友的话 他只把你当成了一个涉带的机构 你应该向别人说声对不起 有信用 的确是一个有这个契约精神的人 但是其实这种契约精神 放在两个人之间 爱人的两个人之间 就有点残忍 对了 好 谢谢 谢谢陀老师 这事儿挺值得大家琢磨的 真的跟钱没关系 给另外一个词 叫顺序 或者叫次序 在这个次序里面 你会发现 你排在了他朋友的后面 对吧 你排在了他发小的后面 你排在了他面子的后面 你是第四位的 话而言这些人都不在的时候才是你 所以 他说他爱你一定是个妄 就不要听了吗 所以别纠结 你也别自己骗自己 好不好 不爱就是不爱 没那么爱就是没那么爱 放手吧 来 一起进入那几天色 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首先 当时我觉得吧 咱俩在一起真的不容易 我还是想跟你继续吐 吐下去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改变我自己 好好对你 真的 也许 也许就像老师们说的 我永远排在你所有人的后面 但是 其实我也挺谢谢你的 让我看清了这一切 现在我 我好多了 我也就没那么纠结了 然后 可能我们真的不适合吧